先从肖战讲,应该说这个正能量的明星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,他的粉丝小飞侠们,对自己的喜欢的明星也是非常的喜爱,而且也比较维护,没有做一些能够影响和谐的事情。 我关注到肖战新增代言这一块,确实做得比较好,覆盖的城市很多,在明星当中,今年肖战新增的代言数量是比较多的,可以说是最多的一位明星,因为很多商家也看中了肖战这一块的价值。 很多网友也讲,肖战的代言都有专门的团队严格把关,而且买什么现在不用操心了,就买肖战代言的东西,所以我觉得呢,肖战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支持他。 下面我再谈一下杨子,杨子的话,是从他以前的电视剧《加油儿女》,我就开始关注,以前我的孩子,那个时候他还小,我也喜欢看《加油儿女》,杨子的角色塑造还是非常成功的,现在人长大了,也是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最新,杨子有一部古装剧叫《沉香如蟹》,也是准备要在线上放映,应该说,我们的观众有眼福,不管是肖战还是杨子,能够有一些好的作品不断地呈现出来,我们都还是比较关注的。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,可能也有少数的网友或者粉丝,在关注肖战和杨子,有没有一种火花这种可能性出现? 我想,这是年轻人他们自己的事情,两个人都很优秀,两个明星的关注度也很高,粉丝也很多,如果说,他们真的有机会能够走在一起,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 感谢观看